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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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明明就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而且在周末的爱八卦节目里 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 拔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 不是那么太严肃的话题 让大家轻松一下周末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八卦八卦 就像女生们聊天一样 说到哪儿想到哪儿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所以话题可能会有一些跳跃 但是无论如何 这就是一个轻松时刻 要说到这个大战华尔街的 这个空头事件呢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在以前的节目里 曾经跟大家聊过 这个很多的这个 股民们联合起来 居然能够去对抗 华尔街的大恶呀 那么前不久 美国贴吧网站上的 一群宅男网友 因为这个抱团大战华尔街的 这个大恶事件 可以说闹得全世界知名啊 甚至把一些大的投资机构 都给整破产了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真的 风风火火了一把 尽管当中有人赚的盆满钵满 有人呢赔的这个短裤都快没了 但是呢 也不影响他们的这个集体 在这个事件当中 可以说是大出风头啊 全世界知名 也让这个集资的大的机构们 不能够小看 人们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那么这个大战空头的事件过后啊 这群人消停了没有啊 不会啊 这都叫战友战友啊 所谓大家一起扛过枪 上过战场 一起大战过的人 那个友情可是根深蒂固啊 男人之间的哥们情谊 这个战友情可以说是 真的是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啊 所以这件事闹完之后啊 这个他们这个精彩的事件 除了以后可以对儿孙们吹牛以外呢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结下了深厚的哥们战友情谊 他们搞事的能力 大家真的是不要小愧啊 这几天呢 这个贴吧的一群网友 居然又要宣布做一件 让人脑洞大开的一件大事 干嘛他们要凑钱买倒啊 打造属于自己的这个伊甸园 自己的乐园 既然都有能力啊 这个团起来这么一个队伍 能够把这个华尔街大鳄都给打得落花流水啊 他们自然也有异想天开的想法和能力 这次他们决定要集体凑钱买一座岛 然后组成专属他们的小社会 你听着这事儿就是一听啊 你别小看 当年你要是读历史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当年这个这个推翻 什么这个王朝啊 后年什么成立一个新的 什么小共和国呀 这些事情就是这么一群人传出来的 甚至是当时你觉得 这就是一个土匪啊 甚至是一些草民门的这个暴动事件 最后人家功成名就啊 这一群人你别小看 最近这动作呢 咱们听一听归听 你要愿意参与啊 兴许也能够享受一把这个小天堂的感受 这群宅男们啊 之所以想到买岛 其实也是出于一张梗图上面写着 只要呢这个宅男们想要 他们就可以集资来买一座小岛来斗图 本来就是个这个一开始几个网友 脑洞大开这么一听 听进去这么一说 觉得是个不错的想法 一群线上聊得如此的契合呀 大家做事儿如何默契的网友 如果能够集体买下一座小岛 不受外界的干扰 想做什么做什么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肥宅的天堂啊 然后呢大家也能够从网上不见面的 这个这个交流 变成了这个网上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 大家都是这个叫做同路人啊 这个物以类际人以群分啊 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一定很开心 于是话不多说直接开干 这个买岛的群组啊 这个在5月1号才刚刚被创建出来 结果呢迅速就有2万多名网友 加入这个买岛的计划当中来 你别小看 您真别小看 这个一群人能打倒华尔街大鳄 人家想要集资买个岛 这事儿看来也不难 真是不难 而且有的岛也不贵 这个网络的力量无穷大在哪呢 它不光是人多势众啊 说急就能急 而且呢 这个什么高人都有啊 这个information啊 信息啊 这个地理知识和这个财经知识 什么路人都有啊 亲朋好友 他们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不光是美国的网民啊 他们真的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从知识 从准备储备到各方面的信息 他们都是有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的 一开始不过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宅男 在这个上面网上打打嘴炮 没想到过不了几天就有几万人的响应 他们真的开始筹备起来了 他们把这座岛成为这个 这个他们的耿途之国 名字有了 下一步就是小岛的选址问题 比较热门的呢 有以下的这个叫做失望岛的小岛 这失望岛是在新西兰奥克兰群岛的一个 七个没有人类在上面居住的岛屿之一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新西兰是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岛国 我也去那里旅行过 不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美丽 而且呢也相对在这个世界纷纷乱乱的时候啊 大国之间打来打去闹来道去 就像这个中美大战呢 这个不管是经济战呢 还是口水战呢 还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任何的争端的时候 这种小小的国家像什么瑞士啊 新西兰啊 他们经常是属于这种 这个超然室外的一片安静的土地 他们受到的影响不大 然后再加上呢 新西兰本身的这个地理位置 临近澳洲大陆 那么澳洲本身就是一个上下四周 都和谁都不连接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这个一个自然的location这个资源 那么新西兰呢 这个小岛也是就在这个附近 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呢 真的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总面积是大约为1.158平方英里 大约3平方公里的大小 不到澳门的十分之一的一个小岛 同时还有呢 他们这个各路的网友 找到了价格更加便宜的小岛 位于巴哈马 哦这个去巴哈马旅行过的朋友都知道 那碧海蓝天啊 真是一个退休的天堂 或者旅游的天堂 这个小岛居然只需要170万美元 就归就归你啊 哎呦这个有钱人要能买这么一个岛 而且你说已经几万人众筹了 一人少花点钱 买个小岛真不是什么大事 这170万很容易筹集的 如果想要住的舒服一些呢 还有一个面积大的小岛就需要就是1万个人里面 每人捐2600美元就才支付得起一个更大的岛 那么还有这个网友调用自己作为这个地理俱乐部的这个学来的知识 为大家推荐最好的选址 还有一个地方就叫做皮特凯恩岛 是在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剩下的最后一块海外的领地 哎这地儿我都没听说过 你看人家这个网友的能力真是很厉害 这个岛呢 它的土地是免费的 因为为了激励移民啊 目前土地免费提供 但需要证明自己要成为永久居民 而且目前这个岛只有50位居民啊 一旦有啊 这个更多的网友搬到这里 就可以左右这里的政策了 你想当地只有50个居民 你就再哪怕有51个新的网友搬到这儿 那这投票选择你就占了这个50%以上 这个想制定什么政策 那还不就是您说了算吗 相对这个岛呢 都是这个跟远离大陆啊 他就是说按当地居民来投票决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 不过呢 也有人提出了这里的劣势 就是这里建房是非常昂贵的 生活的费用也很高 因为这个皮特凯恩斯岛呢 经常不提供新鲜的食品 所以要吃很多的罐头食品 医疗设备和交通设施也都不完善 因此生活是比较艰难的 这个真的是现实问题 就像我们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 什么东西都那么贵 岛是真美 水是真美 贵是真贵 什么都贵 没办法呀 这个岛呢 它就是不大 然后四周都是这种海洋 这种特殊的气候 可能你种点什么农作物啊 它跟咱们这个内陆的 这个土壤和这个气候就不一样 它就就不容易 然后呢 海水是四周是很丰富 海鲜丰富 可是淡水资源 经常又是很很缺少的 所以你想像我们内陆一样 正常的饮用这个淡水啊 地下水啊 或者是湖泊的 这个淡水来灌溉 农作物呢 都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这个小岛上的生活费用 也会是很高 买下来可能不贵 甚至这个岛 你都是免费去居住 可是要在这活下来 也不容易 所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另外呢 以前也跟大家聊过 这个富豪买个岛去居住 为了躲避这个德州的 这个入室抢劫 可是那个孤独感啊 您去度个假行 你说咱们这闹哄惯了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一年度个假 哪怕住个一两个月都行了 你一年十二个月 真是待在那 不能说鸟不拉屎的地方吧 鸟会拉很多屎的地方 也是孤独啊 人不能天天和鸟为伴 我们还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当然 人家这一群这个网友们 一去那就是一群人 哎呀 有共同语言的一群人在一起 可能也会很开心 所以这件事 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 以前我们听说过 这个抱团养老的话题 比如说几个朋友啊 筹钱买块地 建了房 甚至盖个花园 自己喜欢种的东西 就是为了开心的养老啊 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们都说了 这养老的事 我们也不能指望孩子们 什么养老送中 原来想的呢 就是说 能够几个 知心的好友们 大家结个伴 一起来去养个老 看来呢 这个网友们也有如此 共同的话题啊 他们 还是可以有这么多的 新鲜的想法 不但一起可以凑团养老 还可以一起在网络上 搞点事情 甚至还能再狠狠敲一笔 什么华尔街大鳄 呦 想想这日子也挺爽的 是不是 虽然还没有正式买到 但是他们已经 纷纷地为这个未来构想 出谋划策呀 想想呢 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 要有一个计划 当然人们干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真是非常的开心和快乐 create的事情 这个过程都是会让人觉得 非常的快乐 所以呢 这个网友们现在还是在 筹划阶段 这个谈到这个耿图之国的总统 他们居然也有了内定的人选 那就是他们最爱的 这个基努里维斯 口号就是 我们信仰基努 哎呀 这基努可想不到 自己居然有一天 还能当上什么岛的岛主 一个某某小国的国王 而这座小岛上的人们的身份证 将是他们在这个论坛上的ID 小岛上的通用货币 将不再是美元 有人提议用乐高的什么 罗柱来代替 或者是什么这个虚拟货币 但有的人又建议使用什么狗狗币呀 什么大蒜币呀 我的娘啊 这个先进的社会啊 将来都没有纸币 也没有什么了 人家用的都是虚拟货币 论坛货币和积分奖章 甚至有人认为应该用神奇宝贝卡 作为通用货币 这东西咱都不知道啊 太落伍了是不是 他们的国歌 就是什么耿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哎呀 这是洗脑几代美国人民的超级神曲啊 也是一个在美国已经被玩了十年 却长胜不衰的一个老梗了 当然要成立这个小国家 也少不了国家的法定假日 网友们罗列了 什么4月24号 什么赵氏大战纪念日 5月18号星战3上映日 6月23日史莱克上映日 7月23号的什么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发布日 9月2日 这个基努里维斯诞生日 10月17号 丹尼 这个德威托的诞生日等等 甚至国旗人家都设计了 现在有好几个版本呢 等着各位最终 岛民们的投票决定 哎这设计还真不赖耶 看上去 很有点那么个意思啊 这个耿图之国的国鸟 是史瑞克 哎呦 好好好就那绿巨人呢 他们到底是有多爱这史瑞克呀 而他们所有的文明和耿图都将收录在岛上唯一的博物馆里 这样后人就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玩耿的精神继续的传承下去 而为了这个小国的国泰民安岛上也有一些规则需要岛民遵守 比如岛上进枪 只允许带飞镖 剑和弓箭上岛 还有人建议把小岛做成度假区 凑钱买岛的网友可以免费前来居住玩耍 而其他游客则要购买门票才能进来 关于如何买岛建国的讨论 还在他们的网站上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宅男们聊得不亦乐乎 还有一群看热闹的群众 也是看得热闹的津津有味 这一群能够创造华尔街散户抱团 暴打这个大鳄金融大鳄的传奇的网友们 说不定真的就能够把一个新的国家创造下来 这也是不得而知的呀 所以这件事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当然如果您也上网 也认同他们的这个做法 赶紧网上搜一搜 看看这个群体在哪 是不是也要凑钱去买一下小岛 将来可以去那免费度假呢 好了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这个周末呢 大家可能要出门呢 现在天气真的是很好 很快呢 我们德州的酷暑就要来到了 出门呢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蚊子了 不小心就会被蚊子咬 大家可能都很痛恨蚊子 我也很讨厌蚊子 而且我是那种特别容易被蚊子喜欢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你可能会血糖高 有人说 或者是你的体味比较吸引蚊子 Anyway 如果我和两三个女友在一起 在室外吃饭的话 我腿上的和这个小腿上的包 被咬了之后 就可以保证其他人的安危 所以对这个蚊子的话题 我一直都很敏感 最近开始美国开始 野外放生十亿只转基因蚊子 这事呢 大家可能就有一点惊奇了 而且这蚊子 第一批转基因蚊子 就是在咱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释放 而且是十亿只蚊子呀 哎呀 这个要是有什么密集恐怖症的人 千万不要想象 这一群蚊子 一团蚊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已经有工作人员 在六位佛罗里达的这个 教导群的这个居民家的院子里 已经进行了第一批的投放 那么这个 他们会把篮球大小的一个淡蓝色的纸盒子 放在院子里 那纸盒子看上去照片还挺可爱的啊 然后里面装有蚊子的幼虫 然后他再往盒子里面浇一些水 那接下来这十天 这些幼虫就在这个盒子的水里呢 将长成成年的蚊子 并且自由地扩散 到时候呢 邻居们可能会发现周围的蚊子突然变多了 当然这么做呢 并不是为了养蚊子 恰恰是为了灭蚊子 那就像我说的 第一蚊子咬人 那咬就咬吧 而且呢 据调查这个蚊子传播疾病啊 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这个percentage是 曾成这个逐年上升的趋势 那么为了灭蚊子呢 也就想到了这个奇招 因为呢 想象的是这个事情如果好的一面 就是它运行的好的话 它不像你喷那个杀虫剂一样 这个杀了蚊子 也杀了很多其他有益的生物 也对人类的水土啊 安全都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这灭蚊子呢 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不能说是搜主意吧 这也是一个主意 这是美国环保局EPA批准的一项 为期两年的灭蚊的实验计划 由英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来执行 他们释放的是在伦敦的实验室当中 培育的这些转基因的叫做埃及伊纹 被命名为OX5034 他们都是那种不会咬人的雄性蚊子 带有两种特殊的基因 这个雄性蚊子就是说 它即使被大批的这个放出来了 它不咬人 咬人的蚊子据说全是母蚊子 母蚊子因为要产卵要下蛋 他们需要吃人血动物血 然后呢才会有这些营养去产卵 一种是在特殊红光下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转基因转了两种基因 一种是在特殊的红光下发出荧光的标记基因 另一种是在自我限制的基因 当转基因的蚊子被释放到野外之后啊 并且跟这个野生的雌性的埃及伊纹交配之后 就会把这种基因 遗传给他们的蚊子后代们 最终的结果就是 后代中的雌性蚊子 才成年之前就会死亡 于是经过一代又一代 那雌性蚊子的数量就会逐渐的减少 最终呢达到控制蚊子数量的目标 就像他们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的 一旦雌性蚊子的后代无法生存 当地的埃及伊纹的种群将得到控制 按照计划说 这家公司将在这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 6600英亩范围之内 释放超过10亿只这种经过转基因的蚊子 他让他们那个那个特殊的灯光下 能发出红光呢 就是这个特殊红光下发出荧光的标记呢 就是为了将来检测 或者是说后续的跟踪 你才知道呢 哪一些是他们释放的蚊子 哪一些是这个这个野生的蚊子 那最开始呢 这个他们以佛罗里达的珊瑚岛作为项目试点 在12周的时间里会在六个不同的地点 从这些地点每周释放一万两千只的转基因蚊子 就这样释放下去 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转基因的蚊子投放到生态系统当中 当然了释放之后后续的各种跟进的调研啊研究啊 都会陆续的跟进 他们利用蚊子携带的发光基因 科学家可以轻松识别 并且追踪这个转基因蚊子的后代来观察 他们这个实验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佛罗里达大学的医学昆虫实验室 这些机构也会试点把这个其他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 来评估呢这个灭蚊的效果是不是理想 之所以费这么大劲是因为在佛罗里达 埃及伊蚊能够携带和传播像登格热呀 这个塞卡病毒和黄热病 而且像德州和佛州啊都是属于比较炎热的地方 这里这个蚊子我们都知道冬天如果温度没有降到一定程度 咱们这冬天蚊子都照样活跃照样被咬啊 所以他们咬人的过程当中就会传递 或者是这个带来这些疾病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过去十年当中 美国共报告了7300多例登格热的病例 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境外感染的 不过在佛罗里达也出现了71个这样的病例 2016年的夏天当地呢因为被蚊子叮咬 有29个人感染了这个塞卡病毒 那么疾控中心确定病毒是在这个 一个县的周围六个单位的半径的范围内传播的 所以当时呢只能够紧急在这个空中喷洒农药 那么根据统计说珊瑚岛地区埃及一蚊只占蚊子总数 大约4%但是他们却是把疾病传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埃及一蚊呢就是腿上有一截一截的这个像竹子一样 那个白色的这个这个这个花纹 所以呢还是很容易认出来的 佛罗里达政府每年是拿出超过1400万美元的预算来灭蚊子的 当地的蚊子已经对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 所以政府呢引进这个公司提供的转基因灭蚊计划 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因为当地的蚊子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撒了杀虫剂人照活不悟甚至还有耐药性了 那你总不能一直加大这个药的剂量啊 那对生态其他的恶性影响也会很大 于是呢他们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向当地老百姓 介绍这个转基因蚊子的这个项目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 当地的老百姓环保人士和科学家 当然还是对这事儿两说着抱着这些怀疑的态度 这个拉格岛居民马利亚就说 我不信任这家公司和他们的技术 他们说文字的后代活不了 这怎么可能 现在没有统计的结果呀 还有人说呢 这个无论是小规模还是大范围 只要是破坏生态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 历史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 对全新的基因工程和技术 我们需要严谨对待 一旦这种遗传物质释放到野外 就不可能再召回了 如果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甚至是这些转基因的蚊子将来 让这个野生的蚊子交配繁衍之后 可能会出现更强壮的蚊子 甚至是这个有抗药性的蚊子 如果情况失控了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去对付它呢 不过美国环保局说经过各种的调研和权衡 他们仍然批准了这个计划 现在蚊子也已经放出来了 想后悔是来不及了 那效果到底如何 有没有副作用 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了 所以说到这个世界 最大的一个未来 就是一切都是在变化中的 以前我们都无法想象 一个手机一个网络 是会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而我们未来的世界 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光是转基因的蚊子 这个将来会不会有转基因的人类 也是不得而知啊 但有的人说那这是好事 我们把一些天生的基因缺陷给改变了 可是有人说 到底会对人类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还是一个不得而知啊 所以这世界变化快啊 不是我不明白 世界变化快啊 好了 听众朋友 再次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生活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听